兄弟们现在地铁买家都想拥有一把远古神器 但是我只能说真的太难获得了 打了这么久我就一个空心在头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心目中的神器 就是s12可以加将长代价 总共16发子的 我把他称之为小龙十六亨 每一发都是致命杀汉 如果每一发都是致命的话 那假如我有十六发呢 那今天我就拿这把枪给你们试验一下 即将要试验的话 那当然要不然我带装本GG了 直接将我讨财 我被包带的装备都是你的 这把dbsk你们了 那咱们接下来直接开始 给你们看一下我下路十六亨的威力 这是我之前拿别的枪打的 虽然也可以勉强应对 这边看敌人马过来了 先拿一发流带消耗 然后挂下直接带走 结果这时候听久不又来一个 这边一进房区直接面对面了 这时候跟他花大赶紧走位一下 最后四角躺上 这时候也看敌人马过来 直接一个秒发会被下线 最后空气反上极限了 当然刚刚去一秒钟就没了 我真服了老六 虽 虽然拿别的枪也可以勉强应对你们的进攻 但我之前说不如下路十六坤 小龙十六坤直接启动 悲剧我的下路十八本了 一看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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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十六分一共十六分不住你三下不是问题吗 如果其他小打体验像是压迫改的话 那下路十六坤就是致命的 敢和我对视吗 你可以躲过我的一发两发三发 但是你却得能躲过我的十六发吗啊 违不畏矩 一起打不住 你还打成我了 你还打成我了 你还打成我了这个 我去直接打出名刀了 说实话这时候确实有点畏惧了 但这只是在实的 打体验像你可能不怕 但假如是喷子呢 你以为我要花蛋 只是诱惑你罢了 都给我坐下 看到我的小龙十六坤的威力没有 你们也去试什么 那我们还玩什么呢 那当然是上一次被小龙鼠带插的猫中老鼠了 这一次我必须报仇 规则呢很简单 我来当猫 你们来扮野鼠 你们只能穿四几套 但是可以拿接着反击 你们可以选择暴团 也可以弹度行动 我呢只能使用发了喷雾 而不对 应该叫发鼠喷雾 这边讲好贵子之后 咱们直接开始一会儿可别被我逮到哟 结果这边开始我才发现 怎么忘记带我的不是工具也是一了 上一次就是因为带夜市仪 直接被小龙鼠打头一过淘汰了 本以为没有带夜市一不好找他们 这一转头就看到一只 这又不是多猛猛 你躲起来干啥呀 算了 然后你一次赶你走吧 但是接下来我就后悔了 这边刚好他一直跑路的小龙鼠 本以为这就胜拳在窝 但是接下来我就捅到老鼠窝了嘛 这怎么一只两只的全跑出来了 你把他打不死 来 等我了 来 这龙鼠皮太傲了吧 根本打不动 也看事情不对 我先这个围境了 我只偷你们大米了吗 一直跟着我 这根本就捨不掉 而且为了公平 我是不能打药的 只能继续跑了 最后追的五星图猛龙只能反抗了 果然来了 直接到 完了没有东西 赶紧跑 哎呀 这贵了 又被小龙鼠打杀了 我真说了 等着我下次报仇 当着每天晚上还有国龙归那儿发 等着你来参加 我们不见不散